是墮路地畜生到五百年 我要說的是什麼 因為他沒有照著一個改變規來收 既然他有改 他這個改 還不是要斷煩惱的 鎖色的出離心鎖色的建議 改了就對了 他不是要把煩惱斷掉來刺激 如果這次的呢 他就是呢 他滑倒 他雖然他的想像很厲害 就是不會改變 是由這點來告 但是他接受的心 也要跟他斬貪 有厲害 我們還沒有靈略 所以這個說法 為有色魔他們得堪忍心 這個色魔他就是 想定就是子的部分 而獲得堪忍心 什麼叫做堪忍心呢 在這尊責 他要生死之地 或是要淹溫之地 或要入定都沒有問題 能夠掌握他自己的心 叫做堪忍心 那你心怎麼接呢 我不會想 各位要相信嗎 不是你敢坐看看 你電話試看看 你直接我不會想 後來就覺得很無聊 後來就想 對付煩惱 了解心情 安住在法裡面 沒有辦法 過天 有一個鄉中 有一個公案 一個賣家 一個賣家的 特別都會見過一個市 那特別都看到那些 出家人都在那裡打倒 他打倒 他打倒 是有什麼好呢 坐在外面看風景不太好 是 怎麼都坐在那裡 那有什麼快樂呢 他看人家坐在那裡 沒有人要照顧他 結果他坐在那裡 他都坐在那裡 大家不要管 他都坐在那裡 他看人家坐在那裡 沒有人要照顧他坐 結果他坐 坐在那裡 坐在那裡 忽然大叫 他說好 殘坐太好了 各位 他有很多公私了 就問我一個好笑 蛤 十年前 一人欠我五個 的倒有錢 我現在想到 當然好 是不是 就是說 這個人的鄉 他一定 他到底 可以參選什麼好個 什麼作用呢 就是個人的所言 是這樣 但是 你怎麼坐在鄉上裡面 他有辦法掌握自己的心 要兩分就要兩分 是不是 要思維法的內涵 就思維法的內涵 所以看人心 就是能夠掌握自己的心 按住在哪一個位置上 這就厲害了 這是共同的 這個角度 共也不共 是從大政的賢教和密教來談的 從密教的角度 他跟賢教有共同的 就是色性 有什麼他能夠按住 然後從密教的不共呢 就是賢教沒有的 就是密教的不共 跟賢教有的 就是密教的共同的 是不是這樣 這就知道 不共定學者 為聚集穩 升級之地 就是說 在密教裡面 有上一些布裡面 有一個升級之地 這個鄉上呢 能夠在阿彌甲村子裡面 展現出來 而且呢 能夠安住 這是密 憲教沒有的就對了 憲教裡面 沒有在圓滿師弟跟升級之地 沒有在這裡 沒有在這裡 因為他是從因而到果 不一樣 這個還沒有改選 此副三年後六年中 休民進行 此副呢 就是說 因為有這個升級之地 即穩固堅定的升級之地以後 作為禪定的基礎 然後呢 有這樣的人力 以後還要經過三年跟六年的時間 來專修一種對峙法 叫做明進行 就是密教裡面的不定行 通常 這個一切行者 為了要增上自己的節肢 的人力呢 他會修這種法 這種法呢 非常的特別 有一個 格西講 怎麼講呢 他說升級之地 他每一個基礎 你有辦法掌握的是 他來修 這要花那麼多的時間再來修 他可以修到怎麼樣呢 把周圍的環境 污垢的環境 化為清淨的高度 有這麼轉化的環境就對了 垃圾的環境 那有厲害嗎 像粉 他以前在摘蚊子的時候 有一個人去吃媽媽 有嗎 人家說粉啊 你這樣 摘不去 他的旁邊得住 你吃媽媽 他看的是媽媽 但是粉說你看的是媽媽 我真是甘露 他說你有什麼時候 你真是嘴 真是天上 真是甘露 這麼美妙的事物 有這麼轉化 譬如說 這種人的工夫 已經每次摸一個天堂 他靠有這個能力就對了 如果你的聖子之地 都沒有寫出來 你要修好表情 明說就對了 一樣的意思 我們學佛 如果對整個佛法 那種刺地不清楚 你說要成佛 怎麼可能啊 因為你不懂什麼叫佛 佛是要講什麼 說這樣無貴無法 耳師搖聞飛行國中 諸空行母 歐歌之聲 心中亦有所亦之長 現在呢 就在說阿里加尊哲 一生天的感受 他說阿里加尊哲在禪耳師 這個時候在禪定的當中 他可以聽到遙遠的飛行國度 這個飛行國度 就是空行母的國度 空行母都在收密的 你看到就對了 然後 他可以聽到那個國土裡面 他在唱歌 唱什麼歌 正道歌 這個歐歌就是正道歌 什麼正道歌呢 他把整個祕法裡面的次第 事部行部 余前部 無上余前部 整個修清的過程 把他編成一座歌 他是怎麼樣成就祕法的 這樣的一個行政 他整個國度 非常的豐盛 表示說 他那個所在在國中的收密的 一樣意思 這個所在都在量分的 對不對 不可以量分的 這樣就贊了 要怎麼來收共團 他那就是跟我們一樣 所以 這邊 他在唱點的當中 他有法度可以站到 遙遠的地方 所這個空心魔 所 讚頌的那個正道歌 但是 他的心 又不會讓他打開 又非常安住在他的所言境裡面 所以 他出聽的時候 還能夠意念到 那邊清清楚楚 這要表態的就是阿里亞尊者 他的禪定的功夫 他的意境 就夠感 是這樣 這是說到阿里亞尊者在禪定方面的工夫 做一個簡單的介紹 那阿里亞尊者 我現在來介紹說 他的帝位 那帝位 是按我們的宣傳 成就匯學中 講者 為得指貫 算應 譬如說那三母帝 不講者 為得圓滿 次第書生三母帝 一樣的意思 正有講不講 他的帝位 也有講不講 這也是為密教 我們現在講的是大稱法 台信法 台信法 它裡面有限教和密教 共同的密教來看現教 有一樣的所長 他一樣的東西 一定要怎樣 指貫算應 指貫算應 一定是什麼 官就是聖官 指就是禪定 那我們介紹 最主要 我們的內心 就是要延空信 是不是這樣 所以 他那個聖官 就是我們主在鄉典當中 以空信 變成我們用功的環境 所言觀察 諸法 又無自信 這稱為聖官 屬於匯學的部分 這是現教和密教 共同都要有一種的基礎 表示空信的基礎 一定有 如果沒有空信的基礎 根本都沒有辦法成佛 破裂心 它是構成成佛的因 它是格基比較大 對不對 但是空信 可以贊助破裂心 把煩惱所致章給斷除掉 所以台信法 就是有這種的力量 那聖官算命呢 它就是什麼呢 我們的心要了解空信 空信的作用 就是一隻的力量 可以把煩惱的根 它的種子把它拔掉 把它砍斷 如果呢 我們聖官算命的當中 如果我在指這方面比較弱的時候 禪定比較弱的時候 我應該要怎麼樣 要來聖官 是不是 要來觀察 讓指拿回來 那到有指的時候呢 我們依指的這個能力呢 這個基礎呢 來沿空信的義理 看到一切法有無自信 我們做一個分別 然後內心呢 還能證得空信的義理 這叫做指貫專領 這才這筆教 教 憲教 是講得都要有的 基礎就對了 這叫做講者 三摩地就是產品 那不講呢 為得圓滿之地 說成三摩地 那不講就是說 以筆教來說 因為它剛才有介紹到身體之地 那現在要介紹一個圓滿之地 那你才尊者能夠無上一切部裡面呢 那身體之地 圓滿之地都圓滿 它能夠以無上一切部的圓滿之地的 殊聖三摩地 這樣的禪定呢 的入關 可以達到怎麼樣 以引發聖觀 就是可以了解 整個諸法有無自信 這個部分的內涵 這個是閒教沒有的 只有密教才有 如佔中淫 如密作證 顯示假行道 一個家庭到位的聖長 我们讲说大乘有五道实地 小乘也有五道 五道各位还知道吧 资粮道 家行道 剑道 修道 五学道 五学道就是不用学来就对了 已经忘了 生了 巴黎甲村子 他是家行道的圣者 他视线就是这样 而且他所有的剃度师 他所有的清教师 有一百五十多位 都是大部分都是家行道的圣者 这样说 常提菩萨 他的上师 他的书中就是法圣法师 是不是这样 常提菩萨 他是资粮道的佛杀 那我们要成功 要想会 是不是要为资粮道来说 三大大乘集结 那上帝菩萨 他为了医师 结果他早上的师长 他很快从家行道 从质量道一跳 跳到怎么样 八地菩萨 如果一个反复要从 一个反复像这样 还没有资粮道 要跳到八地菩萨 那都不可能的啦 你会叶过都不可能 一定要有资粮道 然后加行道 这样一步一步 没有一个可以叶过去的 不可能 但是呢 在建道 修道 这个教肝 他在加行道的时候 他可以一做 一做 然后进入 一做完成 修道一做 就可以完成成功 那是为加行道 开始够 你能够看 你才准备是何丁人物 修好看一看 待会儿再来